欢迎收看4月27号 新主播点新闻 我是美思 随着奥米克戎亚变种病毒株大脚性在国内出现 光病疫情重现可能性也备受外界关注 教育部长法琳娜今天早上就召开一项紧急会议 以各族主任商讨开水之前的新纸南河标准作业程序 她在推特帖文说 她今天早上主持了一项有关光病传播 及校内佩戴口罩建议的特别会议 以便能为下周开水之前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她表示 这项讨论是为了学生的安全和健康着想 此外 卫生部长扎里哈接受马来报章每日新闻访问时 提出在校内佩戴口罩的建议 而她也会和教育部长召开紧急会议 以便在5月2号开水之前讨论此事 她表示 有关学生的新纸南河标准作业程序 将在开水之前公布 换个焦点 沙总理纳都巴定仪阿班佐哈里 已经向副首相兼重职及原产业部长纳都市里 法迪拉提出建议 以能通过联邦政府制定条规 把烫归类为原产品贸易项目 以便能符合联合国烫交易条规和程序 她今天主持沙内阁会议时 也向沙内阁成员汇报此事 并指她昨晚已经和法迪拉讨论这项建议 她说 沙拉业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所以在碳交易方面 联邦必须要制定条规 以符合联合国的国际碳交易条件和标准 由于法迪拉是掌管原产品事务 所以需要通过其部门 在联邦政府内制定碳交易条规 阿班佐哈里解释 原本碳4被归类为能源领域 不过依据联合国制定的条规和标准 碳交易现在是属于原产品领域 所以大马要进军 这领域就必须要跟随联合国制定的政策 根据了解 20令吉的假钞相信已经广泛流落市面 现在连政府部门也收到20令吉假钞 民众受出小心提防 昨天下午3点 失误土地与测量局 两名职员在下班前 点算当天收到的矿箱 并准备把钱贿入银行户头时 其中一人发现有一张20令吉纸钞有问题 怀疑是假钞后便通知丧失 之后通过银行职员检查确定是假钞 女职员过后前往中央警局报案 女职员报案称 土地与测量局并没有专置闭路电视 因此他们不确定假钞是从哪里来 但排除是顾客付款时提供 今年1月 事务在野菜4级 美景4级的汤饭先后收到20令吉假钞 上月有一家餐馆员工收到2张50令吉假钞 此外今年2月 民督鲁204级及夜市小贩同样收到20令吉假钞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